非得不好非得早餐 我是男嘉隆 民估108年5月24号星期五 每个月的星期五的七点钟的十段 我把吃喝玩乐都摆在这里 让大家在周末之前 一方面做一些节目调性情绪的转换 同时也方便了能够提供更多的资讯 能够让大家做周末了 或者休假生活的整理 好今天那我们的旅游旅游单元 我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谈日本 同时为日本的秋季的旅游做好准备 好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的 你是日本通对不对 是啊 你做日本这条线做多久 真正踏入旅游线来讲应该是20年 真的哦 你这样子听起来会有点泄露年纪的感觉 没有关系 不过看不出来 谢谢你 好第二个是你日本线是你喜欢的线吗 应该想说是跟我自己在成长的年龄当中 密不可分的 为什么 因为我在日本长大 念书甚至于工作 谈恋爱 失恋 所有的人生 对人生的青春期当中都在日本中度过 是 好我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来宾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梁游旅游是 梁游多少年了 45年 因为我在 我在我过去偶尔跟团旅游的时候 在跑新闻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跟团的时候呢 是梁游的团 好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梁游旅行社的日本部的部长 那一段行行行欢迎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先让你说说明一下你刚才 因为虽然来每个月吧 总会有一些旅游业的来宾会来到节目的现场 做日本线的也很多 各个大品牌的旅行社 不会放进日本线的 日本是黄金线 当然它是一个长青树 而且量这么多 是 黄金线 对 好 但是我碰到的这些做日本线的朋友 像你这样的背景呢 还不太多 你说你在日本出生长大 出生倒不是 就是求学的过程 求学的过程 对 所以你是到日本念书的 念书 对 那不是像一般人的留学 我没有这么顺利的人生 我是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 然后被送到日本姨妈那边去 被收养的 对 所以我是没有 那是更特别了 对 我是等于是 小时候就觉得是被流放过去 对 那长大之后 被丢到日本去了 被丢到日本去 对 那你就会觉得 到那边去之后 人生地不熟 但是 我现在的朋友都说 哎呀你看多好 到日本去之后 你看帮你培养成什么 我说培养到日本去 不是回来当导游的 也不是回来当日本线的 这只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对 日本这些的文化 跟它的所有的饮食 以其他所有所有的那种就是 应该讲出 我们讲日本人的民族性 我大约应该百分之八十非常了解 那欣欣你几岁到日本 哎呀 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透露了 我小四到日本 小学四年级就到日本 对对对 所以在日本念小学 念中学 完成你的所有的学校的教育 所有所有 学校的教育 是 那为什么又回到台湾了呢 我被 就是因为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应该讲说是透露我的私人隐私了 因为我的初恋的男朋友是 现在的 现在的退休的皇后 美智子的 应该在表表兄妹那边的 旁亲的男生 哦 OK 但是 差一点你也变成皇室家族的外围的一员 但是家族是不同意的 嗯 但是我们就是年轻人嘛 年轻人打倒闹闹 家族不同意 对 到最后就是 他订婚了我不知道 嗯 我就带着一把眼泪去回台湾 就是这样子的 真的哦 是 这是我人生比较觉得 这个还 我很抱歉在节目当中 在你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 问了这些事情 以前对我来讲 那个地方是 我回台湾之后 就不打算再去日本 我还自己发誓 嗯 再也不到日本 台湾话叫 嗯 就 就 就是不会再去 那我觉得就是因缘忌讳 我进了旅游业 然后又让我重拾 对人生的兴趣跟信心 因为那是我 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嗯 长大的地方 我 我可以再多问一点 是 因为我很喜欢让 让我的听众对来宾能够多认识一些 好 那 请说 这样子一个恋爱的经验 是 对你的打击很大吗 嗯 蛮大的 非常非常 大约有 可是以你的条件 你要 OK 失恋了 再找一个吧 这个是什么难的 哦 那不一样 因为我这是我第一次 因为在日本那种封闭的社会中 来讲的话 你跟人谈恋爱 我说的教育又是这样子 因为进到了润及婚嫁的 嗯 的那个过程的时候 突然间你回到台湾 再重新去适应台湾人的生活方式 嗯 嗯 没有办法这么快的融入 跟去接纳 这个是还蛮难的 是 特别你在日本等于是 从小在日本长大 是 我想已经 因为我 我刚 我刚看到你的 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 是是是 我很诚实说 我刚看到你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女生 不只是跑 跑日本线 而且 你很有日本味道啊 日本女生的 的味道 大概是 耳朵木然 就在那个地方吧 嗯 但是就是 我就是一个 道地的台湾人 嗯 好 是 爸爸妈妈 把你这么小的时候 就像我刚讲 丢到日本去 对 念完了书 再回来 这个这个这个经验 可能即使在你们旅游业界 大概也很少吧 呃 我们有很多就是 在那边 嗯 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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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去念就是语言学校的 嗯 有的 其实非常多 有 但是 嗯 呃 就是以这个经验来讲 会到 嗯 内部端 行政部分去做 嗯 内线的 其实很少 大家都是往导游的方向去发展 呃 收入也有关系 嗯 还有就是你 你所 呃 所废的脑力 嗯 跟各部分的 规划 各部分是不一样的 嗯 是 好 那 谈一谈 日本男人的感觉 因为 因为你跟日本男人 谈恋爱 谈了 谈了这么 这么久 嗯 跟日本男生 谈恋爱 这是文 文化的一部分 是不一样 对 虽然你 你从小学就在日本 但是 我相信 还是会有一些文化上面的差异性 有 嗯 以前我们 跟男朋友最无聊 就是会吵架 就是南京大屠杀 我就 不然我两个什么事 你就会去吵架 那就是 那时候就在比民族性 强的时候 虽然我那时候是日本籍 嗯 但是我觉得 日本男生 跟台湾的男生 差别在哪里 嗯 台湾的男生 比较风趣 嗯 日本男生 比较木讷 但是台湾 日本男生 比较好骗 可是我每次看日本的综艺节目 我都觉得日本男生 应该很可爱的 所以木娜嘛 嗯 他比较 应该讲说 他比较老实 嗯 那台湾男生 比较风趣 讲个不好听 就是比较滑头 嗯 对 所以我觉得 跟台湾男生 相处来讲的话 就是比较有趣 那但是我觉得 跟日本男生 我没有交 我其实基本上 没有交过什么台湾男朋友 因为我没有台湾男生的缘分 嗯 可想要骗你的应该很多吧 嗯 没有 但是我看起来 但是我看起来 大家都说 我看起来比较 嗯 高傲 从我以前老板就这么讲 我就说 日本女生的味道啊 嗯 台湾男生不懂得欣赏吧 嗯 我也不太清楚 为什么会这样子 连我属下 嗯 也不能讲属下 我部下都这样说 嗯 星星姐 嗯 你 真的日本男生 都很吃你这一套 嗯 你为什么都没有 台湾男朋友的缘 我说我也不知道 嗯 就要问问 我们这个 唐大哥 身为台湾男生 女生怎么看待 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说 嗯 当然日本女生 我也 我也 我也跟一些 跟一些日本女生在聊天 因为日本女生 在不熟的时候 她会有一些 矜持 对 有一些矜持 有一些的礼仪规范 她觉得我应该 保持一些礼貌 跟距离 那那种的距离感啊 在台湾的男生来 来讲 会觉得 那个距离感 是不太容易去打破的 是 她不见得愿意去尝 是觉得 因为日本女生 当不熟的时候 会觉得有点冷 然后那个 那个礼貌会 会产生一点 会啊 会啊 我们 讲话来讲的话 我们不可以 而日本讲话 有个方式 她不会直接 跟你say no 她不会拒绝你 她会请你远虑 嗯 不要造成别人的迷惑 嗯 这是日本人的方式 就是一个yes or no 她会跟你绕很多 很大的一圈 所以 因为我是台湾人的 台湾的基因灾 当我到日本去生活 那种矛盾的生活当中的时候 就会碰到很大的阻碍 嗯 所以我就跟她说 行不行 嗯 基本上还是要多考虑 她还是不会直接告诉你 那我们再跟别人相处也是一样 我们跟男生呢 像我刚刚看到唐大哥的时候 心目中偶像的时候 我就像日本人的凡一样 那种惊喜 然后那种 很开心的叫 但是我们又保持 我们应该保有的礼仪 跟规范 嗯 就是我们最喜欢的人 也不可以这么的直接 嗯 所以你在 你在四年级去日本之前的时候 你也不会讲日语 完全不会 所以一切都从日本开始 一切都是从哭泣开始 那那其实蛮辛苦的 蛮辛苦蛮辛苦 然后我第一次到日本念书 就在东北 OK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了 对 就在东北 东北的什么地方 呃 在那个 现在被 三一被淹没的 叫石卷 石卷 那个地方 啊 是 就我的小学已经被淹没了 OK 是 所以我对 所以靠海边了 靠海 对 所以我对着 嗯 虽然我在对日本 有非常非常深的那种感情 嗯 但是我对东北哦 有时候像我们现在讲 我眼眶好会泛红哦 就是我对他有非常非常深的感情 那除了东北 我还到了哪里 呃 后来到了长野 嗯 最后回到我 日本父亲的故乡 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 黑布丽山 嗯 都是他的故乡 哦 最后回到那里 所以我一直一直在 哦 一直在 就是我们讲的 日本就是会出张 出张就是会带着 一家大小到处去 因为银行上班 会有很多的公司 会去转 嗯 对 嗯 所以我的生活一直在流量当中 嗯 就像吉普赛人一样 所以在日本你其实 呆过很多地方 出过很多地方 大概有四五个吧 好 好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 它是两个旅行社 是国内的非常有历史的 那大旅行社 两个旅行社 日本部的部长 赖星星 好 星星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了 其实今天星星 进来是因为我们要谈东北的旅游 而当我知道说 原来你在东北 还住了这么长的时间 嗯 大概有五年吧 五年 是 因为你的 对你来讲 日本当然一定会有特别的感情 你的青春都在那里 是啊 尤其是一个这么小 就被放到日本去 嗯 那个我想对一个 对一个童年的孩子来讲 我觉得内心一定是悲喜交集的 今天回头去看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说 OK 那个经验 或或许有一些很很正面的价值 你对日本的感情 可是我想刚丢过去的时候 你一定非常的痛苦 当然啦 我就会觉得说 我们家 我们家还有弟弟妹妹 嗯 那我应该是从小是最调皮的 嗯 嗯 真的吗 真的非常 我是一个 哦 那日本文化太厉害了 还可以把你交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非常非常的叛逆 嗯 哦 叛逆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那种古灵精怪 嗯 因为我的睫毛非常长 嗯 然后呢 小时候听 因为妈妈台湾人 哦 就听那个阿姨他们 我不太会讲台湾话相信吗 嗯 我就听到他们讲说 啊 呃 就是说大人的讲法就是 睫毛要剪掉 嗯 之后会长长 嗯 那我从小呢 就把剪刀拿来 把弟弟妹妹的睫毛剪掉 嗯 之后呢 流血 嗯 然后就被罚贵 嗯 我从小就这么调皮 嗯 小时候不懂啊 就听 听大人在口耳在讲 我们就做这个动作 嗯 我那时候才 才 呃 六岁七岁吧 嗯 我就做了这些事情 嗯 对 所以是一个非常调皮的小孩子 嗯 好 那 那你对 你对 你对日本不只是一种的 旅游的带团式的景点的推荐而已 而是因为你对日本的文化 嗯 你自己是耳濡目染的 是 有非常长时间的捕捉 所以我觉得那个旅游的感觉会非常不一样 呃 对 跟一般的旅行社的呃 那种自视的行程会有不同的差异 跟一些深入生活中的一些旅游的那种 会觉得是一种喜悦 不是跟着那种就是造表操课的是不一样的 好 如果说如果说今天一家旅行社的日本县的 呃负责人来是要谈东京谈大阪谈京都 这我就没有没有什么些兴趣了 这个说实在你你你自己去就好了 你自己找资料就就好了 因为现在的资料都很多 可是如果谈东北尤其对赖猩猩来讲 你是一个在在东北实际居住过的人 是 那我觉得谈东北的那个味道就会非常的不一样 好 我们来谈东东北 在我们讲的日本的东北包括哪些地方 其实东北他应该讲说 大家都知道不知道东北在哪里 都以为是大陆的东北 其实他就在东京的 本州这个地方最上面北边的地方 叫东北 那东北呢 上去就是第一个最南东 比如我们讲福岛 大家最知道三一一的事情 浮导三一的重创的 对对 东京电厂福岛电厂位置 你这么福岛上去 就有山形 秋田 岩首 然后这个 青森 突然间把最重要的了忘了 青森已经靠近北海道了 他中间隔了一个景星海峡 对对对 那做个以前就是坐船 过去就是寒馆 对 所以那个地方来讲 这个地方刚好中间有太平洋 有日本海 还有那个就是我们讲的 俄沃斯克海 所以那个地方的海鱼量 非常的丰富 那谢谢你在日本念书 是 可是我发现你的 你的中文表达很好 我从刚回台湾的时候 那个 跟台语不会讲 但是我去念了正音班 我还去学了 就是自己 去学了那个键盘的打字 输入 对 我从第一家旅行车 进去的时候 半年我就离职了 为什么 还有我第一次进回台湾的一份工作 他 我不会打电脑 那个BurpleMofo 他在我打了两行字 我大概打了一下午 那个Bur 那个怎么打 我不会 那因为我决定要回台湾的时候 我非常认真的去念正音班 去念 很多的东西就必须要再去学中文 对 因为你刚刚讲厄霍刺客海的时候 我就第一个人讲的很标准 第二 我说实在的 就是我认为台湾现在能讲得出 讲得出这个在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海面的人不多 就是日本海 OK 你经过了这个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对马海峡 过去的时候是日本海 这个知道了 再往北边的俄霍 俄霍刺客海 已经是北海道跟 就是包括北方四岛 跟俄罗斯中间的这个海洋 对对对 OK 那俄霍刺客海 好 那东北 东北的范围呢 刚刚的内心稍微提到了 如果去大毒手我们算了 我们如果说 如果从台湾要到东北去玩的话 是 要怎么进去 这么说 在飞 现在连架航 也不能讲连架航空 比较就是 轻松式的那种飞航模式的移动方式来讲的话 因为预算的考量的时候 以前只有仙台 就是长容 仙台 对 以前只有仙台是国际机场 不然的话就是 会在季节性的时候 会有包机 那包机呢 一般会飞哪里 会飞在青森 花卷 或者是山形这个地方 就看各个航空公司 它是怎么一个安排 这个地方 这个季节 如果它的可看性 它的量需求很大的时候 它就会做一个包机的考量 不然的话 只有仙台 但是现在呢 已经延伸到有 像有 仙台有 其他航空公司也进驻了 像虎航 OK 然后长容现在也 新征班了一个青森 所以它的变成 就是量非常 就是征班了 但是 航班很多 很多 但是 进驻点也很多 但是不方便 还是不方便 为什么 它都是五天的 OK 它都是五天的 但地方太大了 对不对 应该讲说 它都是一个pattern 那你的五天来讲 在团体旅游来讲 它就是五天 它不可以让你拆 对 那你对一般旅行 设在包装 但是都没这么大 一般的旅客要去的话 个人旅行要去 会非常非常辛苦 因为它的交通移动 不是这么方便 但也因为这样 所以它的风景非常漂亮 没有经过 人工的那种 那种 那种修饰过 那种大自然之美 是不一样的 好 在我们现场的来宾 赖欣欣 欣欣是两个旅行社 日本部的部长 赖欣欣接下来 就要跟大家介绍的产品 是七天 是 七天在日本的 这些团的旅游市场 不是没有 可是 非常少 对 但是你们把东北 就定在七天 这个时候第一次碰到 我相信你一定 有你自己的想法 当然 进广告 回头之后 继续访问赖欣欣 好 非得不不 非得早餐 我是唐家楼 来今天礼拜五的时间 我们旅游的单元 今天我们谈日本 东北的原乡之美 那 日本是一个旅游 非常发达的地方 是啊 台湾一年 四五百万吧 对不对 到日本玩的人 尤其年轻人 现在几乎 在日本当背包客 非常习惯 可是在日本 跟台湾 有一个先天不容易突破的地方 因为日本如果 你搭大众运输工具 OK 能够到的地方 你大概都很方便 但如果不能够到的地方 你要开车就很麻烦 因为日本是右驾 我们是左驾 不久之前才有这个 在日本开 开车的 又出车祸的 那我不会太鼓励 你说如果 如果你是开车主 你就随便便的 去开右驾车 我开过了 我在很多地方 开过右驾车 好 那东北的地方 又比较大 那它的公共运输系统 相对而言 不会像是关东关西 这么的发达 那以赖猩猩来讲 如果你们规划 东北七天 这个我要问说 你们 你们现在主推的商品 从现在 从东北一直都是七天吗 应该这么说 我希望就是 这么漂亮的地方 然后 其实它的 交通的移动 并不是像大度 是这么的方便 而且 当你要出去旅游的时候 你必须要是很放松 而且很悠闲 而且你不用动脑袋 你只要享受当下就好 当你要想办法 去移动你的行李 更何况 我们到了日本之后 你会 它有很多的盛产品 你总是要想办法 把那个超市 给搬回来 把那个东西 给搬回来 让我跟我的好朋友 分享一下 但是你又无法 你只能把它 放在肚子里的时候 你就觉得有遗憾 那我们当然出去 难得出来一趟 规划了这么久 我要看这么漂亮的地方 或者享受这么 美的风景的时候 或者感受那个当下的时候 我们希望 他出去的所有一切 都是顺畅愉悦的 而且我常会跟 每次去小电摊 吃他一个红豆冰 日本的红豆非常好吃 我就会跟那个 又大咳 对 然后我就会跟那个 欧巴讲 讲 我说 活得真好 因为我可以吃到 这么美的红豆汤 他就好高兴 又请了我一碗 这个是至高无上的赞美 对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我可以来享受那种感觉 而且我出来之后就是 出来之后 我不要再去都市里面 或者去人潮很多的地方 去感受那种拥挤跟吵杂 我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很悠哉 甚至于 我可以这么讲 你碰到的旅客来讲 其实 台湾人还真不多 你说在东北这地方 对 对 因为我们喜欢去一些 台湾人一年去日本的这么多 可是你刚刚说去东北的还是不多 应该讲说 东北太大了 那他有很多的秘境 那其实 就像大家都知道的奥罗莱西 每个台湾人都去过好几次 那我去了 大概不下数十次 像我下个月还要再去 我下个月会自己再开车去一趟 但是呢 我觉得说 东北这么大 我们台湾人喜欢自主性很强 喜欢开车 但是开车 你要想的就是说 我出来玩了 我还要很专注的 看着前面的交通号制 跟不熟悉的状况 特别在日本开车要专注 对 你要耗损的那个精神 跟眼力会非常辛苦 你就不是出去玩了 你旁边的家人会跟着紧张 因为你不是在地的 所以出去一定要非常的放松 去放空 甚至于是说 我每天都很期待明天的到来 跟明天能吃什么玩什么看什么 再来才有这种喜悦跟惊喜 是 好 那我问你 那你规划的七天 是 从桃园机长出发吗 对 从桃园 但是呢 我用一种比较智慧的旅游方式 怎么说 我利用日本的国内线 我就可以省掉很多那种拉车的距离 跟那个时间 但是我可以很轻松的移动 我不需要用巴士 但是我一路从上面玩下来 为什么呢 我觉得 秋天 我觉得我一直很赞叹 东北是因为它的 四季非常分明 因为现在的春夏秋冬 几乎有时候不太分得出来了 因为那种暖冬的问题 特别在台湾 对 但是呢 因为东北它还是非常的分明 尤其你要看 像一样很聪明的方式就是 你看秋天的风月的时候 你要从上往下 因为它是从北开到南 樱花是从南开到北 南开到北 那时候我们就会从东京慢慢看上 你才可以看到最美的 你看的时机点才是对的 七天完了才有意思 对 所以我们就搭国内线从 雨田 那唯一有国内线就是 日本航空 或者是全日空 所以你从桃园飞东京 不是桃园 应该说松山 你说松山飞雨田啊 是 你直接就转国内 这样啊 就转国内线了 那就更方便了 你就直接到青森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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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好 这样子又几乎就是少了大半天的时间 是 你到了青森 最红的时候 慢慢往南走的时候 对 我到日本 你每个点都可以看得到 OK 所以你松山飞雨田 是 然后从雨田就开始结果内线 对 那雨田就飞青森吗 飞青森 飞青森 然后再从青森 因为青森等于是最北边了 对 再从青森往下 慢慢往下走 但是青森来讲 大家都知道的只有一个 澳洲来信 对不对 然后大家都知道的就是青森苹果 全部在这个秋天的时候 但是青森的地方不止这两个地方 还有一个地方其实 在我前几年走了之后 慢慢的大家也跟进了这个 就是台湾旅行业者在跟进 这个update的那个information非常快 就走了一个叫冤角 因为那个冤我还想了 早了很久才知道他国语怎么念 日文叫Ztanuma 对 他就在靠近这个 奥鲁赖西20分钟的路程当中 是 所以你从青森开始 就是用巴士吗 用巴士 因为到了当地 你不用巴士来讲的话 其实他你要用铁路来讲 其实他是 不是很顺畅的 上下车行李的移动 背包客还可以 但如果一个团 你要上架车 如果背包客来讲的话 除非你有 就是你的定点只有在青森 那你要像我们这么玩法 就是从北到南 每个秘境的景点 你都可以欣赏得到 其实就比较辛苦 除非你要花上十天半个月 光那个行李跟交通方式 就一个点 会耗上你一天的时间 好 七天在东北 这七天你会去哪些地方 像七天来讲 我会去白神山地 世界大自然遗产 对 这个地方看什么 这个地方来讲 就是里面都是菊木 那一般市场上来讲 这个是白神山在秋田 然后奥鲁赖西在青森 中间隔了一个山头 这一座山 这座山另外一边是 我们讲青森跟秋田 你要翻过这个山头 要玩玩 这个地方 基本上这两个地方 就耗聚你 连抵达的星期就三天了 其他地方你就看不到 对 因为它非常 不是只有巴士移动 我们还要做什么 我们还要做它最有名的 那种海岸线 看那个风景 因为那个海岸线 那个车子 它不是交通 就是出那个出勤的 就是我们讲上班的那种 你说海岸线是火车 火车 但是它是观光列车 观光火车 日本的观光列车 是很有名的 是 每年都有一些的评比 应该说不是只有看 不是用巴士移动 它还要增加 它移动中间的乐趣 对 它会坐船 它会坐缆车 对 然后会看一些 就是比较深入的 像这些地方来讲的话 市场上都是只有一个白神山 就不会再加奥路赖 因为什么 它距离太远 它的五天它达不到 它就会非常披心待悦 一大早七点就要出门 那种 因为我一听就只有白神山 跟坐火车 就没有了 那奥路赖就跟我们刚刚讲的 渊兆 还有十二年就放一起 所以它是分开的 你就很悠闲 不用担心老人家 很辛苦要早上起床 对 但有很多老人家喜欢去日本 但是我想去日本 它有时候不太容易到东北这些地方 大概就是因为怕累 那些时候距离比较远 所以在东北做七天的规划 听起来是聪明的 广告回头做 继续跟赖先生聊 非得不好 非得早餐 我是谭香龙 好 今天旅游的单元 在我们的现场 两个旅行社 日本部的部长赖信心 赖信心 我刚刚花了点时间 让他认识一下赖信心 因为他 他是半个日本人 他的青春在日本 他对日本文化的 显熟度 那个呢 那个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他不是一般的 这个就是说呢 带日本团的导游而已 好 但是呢 赖信心今天讲的 东北七天 我刚问清楚一点 我要让他知道一下 就是说 这个东北七天 其实赖信心 只规划了两个团 是 都是在枫叶 最漂亮的时候 是 在11月20 跟11月 10月 10月 OK 10月20 跟10月27 是 距离现在还有 五个月的时间 当然 所以 那你两个团 一个团多少人 一个团的 限定现在只有 26位 所以 你一共只有 52个机位 跟机会 是 是 那这个团 这个商品已经开卖了 对 我们的方式就是 会先把商品 规划好之后 机位拿好了 饭店好了 才开始销售 不是先销售 再去拿机位 拿饭店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 提前规划 如果我自己是顾客 我是旅客的话 我会希望 你告诉我 正确的东西之后 让我知道 我确定去哪里 吃哪里 住哪里 因为 我要花钱出去玩 我心里是愉悦 是期待的 不要让我 忐忑不安的 好 我要 我要 我要让大家知了一下 就是说 这个团的 这个团 七天 七天的价格 要到 因为只有52个机位 啦 七万三千多 是 七万三千多 以我所了解的日本团来讲 它不便宜 嗯 对 以现在市场上来讲的话 它算是 它算是中高价位的团了 也算 嗯 是 好 所以那 我要让他先有些知道 就是说 这个团显然 除了天数的规划之外 尤其只有两团 就是针对东北风月 最漂亮的时候的 赏风团 而且以它的价格来看 显然你们在产品的 quality上面 做了非常有把握的规划 当然 是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就是玩要玩在 重点的地方 待久一点 嗯 然后呢 看的地方 看一些比较值得看的 像我们有去 钓干贝 哦 有听过钓虾嘛 有听过韩国人的钓花枝 他有听过钓干贝嘛 没有嘛 对不对 那所以说 钓了就可以吃吗 马上 马上 钓多少都可以吃吗 No 你有办法在五分钟 钓多少吃都让你吃 哈哈哈哈 那如果没有钓到 那不是可后 没有钓到 五分钟到之后 老板就会把 他就真的像手 手掌这么大的干贝 然后他现场播给你看 我上次去之后 我才发现说 哇 原来干贝的眼睛 长在这个地方 哦 在那个旁边 那个最外围的地方 都是他的眼睛 真的啊 对 然后就现场 吃干贝吃得很过瘾 但是都不晓得干贝长什么样子 对 我是现场看了 我就想说 这个 这个感觉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就会去发掘 去找一些很多的 比较 我觉得 我自己都会喜欢的时候 当我自己是半个日本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哎呀 有这种东西的时候 当然台湾旅客会觉得 更开心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饮食文化 各方面的享受 我觉得在亚洲国家来讲 甚至于国外 我都觉得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台湾的美食家 这是旅游家 每个都是旅游家 到了日本之后 就会开始觉得说 会跟台湾自己国家比 会跟台湾自己国家比 当你觉得说 到了那个地方 你还吃台湾菜 或是一般的团体饮食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没什么 我们台湾 都是真正真正的 那种平民家 那所以到那边之后 您所看的地方 跟所走的地方 你会觉得 时间再待长一点 时间再待长一点 因为它不是刷屏 它也不是购物站 但是会让你 不想离开的地方 从我刚刚问你的 你规划的这两个团 是高级团 是 那吃住 而且都已经都确定了 所以你们的 你们的吃住都很OK 很OK 我个人觉得很棒 因为吃不是只有吃 吃也是一个景点 也是一种感觉 当然当然 它吃的地方的气氛 它连吃的时候 像很多地方的吃 是有讲究的 它季节性 它用手工做出来的 就一个小小的东西 它的手工做出来 就是一个柿子 所做出来的季节性的东西 我这笔个大都强 我听到我也是 他们是把这种文化 跟这种局人的精神 放在里面的 他不是 我帮你煮好 就一个餐 放上去 等你来 都已经冷掉了那种 他是对这个是很讲究 甚至于来的时候 我就会想说 这样比较顺手 就把背盘换一下 那个老板很坚持 放回来 他说你要这样吃 我连背盘都不可以动 是这种方式的 好 因为这七天 然后七万多块的高级团 我刚刚听你讲 吃住交通的变化景点 其实是很丰富的 那因为只有两个团 那你们现在已经开卖了吗 已经开卖了吗 对 刚刚把它放上去 因为所有的饭店都OK了 然后机位也OK了 什么东西都底定了 我们才开始跟客人销售 因为当东西放上去 你的不确定性太高的话 哎呦 怎么卖这么高 但是我自己在算成本的时候 觉得这个一点都不高 我就会稍微看了一下 赚不到什么钱 赚不到什么钱 这只是真的只是帮公司 打一个45周年的一个广告 我请问你 那这两个团你会带团吗 如果我们的唐大哥要去 我就带 哎 十月 对 我觉得它非常值得我推荐 对了 十月 十月是对日本的东北来讲 是深秋时间 而且我觉得行程的点 不在于只有你到那个点 才看这个点 不是 当你在车子的移动当中 你看到窗外的时候 都很漂亮 那种山软的层次感的美 不是只有一个红色 因为日本来讲 台湾人讲枫叶 其实日本叫红叶 那因为温度跟品种 这个我们台中的红叶哨棒队一样 对 我对这个放球也不太了解 但我弟弟是放球的教练 OK 但是我们觉得看这个红叶的时候的山软的层次感 跟中间那种那种雾云雾的时候 你觉得你好像不是在人间 对 那种感觉是很舒服的 而且也不用在一大早要起床 你连睡什么饭店 饭店外面有什么风景 你都还搞不清楚的时候 你就要出发了 回到饭店很疲惫 连泡温泉的机会都没有 那我们希望出去玩是很悠闲的 你可以早上起来的时候 饭店 其实本身饭店的地方的外面 你就可以自己去走一走 回来之后我们再出发 你泡完个温泉再出发 你可以感受到你真正那种七天下来的 舒心舒服跟那种悠闲的感觉 才会觉得很棒 你真的有放松 不是出去七天回来之后跟打仗一样 每天都好赶 连去哪里都搞不清楚 不是这样子 好 你刚刚讲的这个七万三千多 是连小费啊 等等这些所有的费用 就是没有任何在额外的服用了 没有任何自费的行程 除非你自己到机场 OK 那也没有什么的购物的行程 没有 好 当然东北的这条线是很特别的 就像刚刚赖星星讲的 台湾其实去日本旅游人这么多 但都局限在比较容易到达的 大都会去跟周围 但是东北的 东北你可能比较容易看到原汁原味的日本 对 比较没有酱气 对 没有酱气 而且自然景观保存的很好 而且你们就只规划了这两个团 挑东北最漂亮的秋天 然后从青森 尤其你从松山机场就可以出发 对大台北的旅客来讲 那真太棒了 因为你光 你如果从桃圆机场出发 跟松山机场其实差很多 这么说 大家都说那不是青森 长荣运开始开放启航 但是你开放启航 青森 但是你没有办法七天 因为它是最旺的时候 它应该都是五天的pattern 一般的旅行车也没有办法拿得到 所以你从国内线转过去的时候 你可以很悠闲一路玩下来 不用受航班的限制 甚至于一般来讲 我们最后一天的时候 也不住东京 我们住在白雪温泉里面的餐 是白雪温泉的大赏的 日本这个赏字 就像我们刚 我们刚 得了什么奖的意思 就是这种荣耀 这种荣耀 所以它的餐是白雪的 所以我们也是 最后一点也是温泉 我们没有住市区 所以要提醒 喜欢旅游的 喜欢买东西的贵宾 这个行程完全没有到市区购物 如果你喜欢到市区去shopping的 这个行程就没有 这个团可能就不太适合你 但如果你想要好好的 享受日本的秋天的风景 美食 或者这些注点的这些挑选 泡温泉 那可能这个团是你的首选 好 那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七万三千多 最重要是这个团 现在的所有的规划 在梁游旅行社的官网上面 我们都看得到 看得到 好 我会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 你可以先上官网 因为刚刚还有一些的 细部的行程 我可能没有办法 一个一个讲到 因为七天的是时间 那他们做比较悠闲的 比较深度旅游的规划 好 但是你要报名的时候 你还是只能够打电话 到梁游旅行社 如果你能够找到赖星星最好 你可以问得更清楚一点 搞不好你有机会 跟到赖星星的团 感谢今天第一次 到我们的现场的 为大家介绍 日本东北原乡之美 梁游旅行社的 日本部的部长 来信心 请您感谢 谢谢唐大哥 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 欢迎常常来 我会不会跟你的团 我再来想想看 安排一下时间 来进广告 回头新闻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